明年中启动的电动车共用计划将为司机和乘客购买保险 使用者无序支付保费 受委提供这项服务的公司也透露 有可能推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两种租用配套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法国公司BlueSG目前还在制定电动车共用计划的收费细节 公司透露他们在巴黎推出了会员制和非会员制两种租用配套 会员制为期一年 每月会费15新元 每驾驶30分钟收费9新元 非会员制则按时计算 每半小时收费14新元 受访学者表示 电动车的营运成本 比德式和出租车的低廉 因此收费可能更具竞争力 不过要吸引德式搭客转乘电动车 还必须在服务方面多下功夫 我也相信在未来 业者应该也会透过手机应用程序 来告诉有益使用的人 在哪里可以来租用这个车辆 以及他本身在目前在这个充电站里的车辆 他的目前的电力状况 那么大家可以试自己的这个需求 来决定是否要租用 电动车公司也将提供第三方保险 一旦发生意外 保险公司将追究责任 并按情况做出赔偿 公司将在年底前公布收费和保险细节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